男人奉旨到扬州筹集军饷一百万 刚刚上任就拿延商开刀 直接让他们拿了三十万 为了让他收手 延商们决定送出一份大礼 一匹大清文明的扬州兽马 没规矩的 叫大人 他分明是来要我命的 兽马就是从小被专门培养服侍男人的妙龄女子 长大后要么出道当网红 要么给达官贵人做起 在这位顶级绿茶的输出下 即使自诩刀山火海都不怕的阿克战也不免愣了几秒钟 即使明知道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的道理 阿克战还是将美人带回了家聊了一夜的人生理想 一直追随的事业有些不放心想要提醒 阿克战却丝毫不在意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他就是要将计就计 让延商们误以为他被腐化好争取时间 可这种事 阿克战真的能控制住吗 马德昌的一匹兽马显然送得十分到位 同为四大总商的鲍以安 却是一出手就送了个错 他听说阿克战喜欢字画 一大早上就重金求了一幅画 马不停蹄送了过来 没想到看画的事业却是当场翻脸 同样是送礼结果却是天差地点 阿克战就像大多数官员一般来者不惧 私下里没动兽马子学一下 可他却小瞧了女人 从小就被培养如何服侍男人的子学 很清楚男人的比心 月上赶着法不珍惜 眼看阿克战压根没有上他床的意思 紫雪拿着行李就装出一副要走的姿态满口都是真情 果然当场将这个糟老头拿下 一直坚守底线的阿克战终于还是没守住 和紫雪聊了一夜打气 第二天连床都没起来 事业过来禀报紧急军情 他抱着美人连眼睛都没睁 直到听见剩余二字才不情不愿的起身 远在京城的乾隆已经等不及了 下令三月内必须见到银子 看不到银子就要阿克战的脑袋 可扬州延伤铁板一块 阿克战至今也没有找到突破口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一个虎被熊腰的将军待着 一队士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却让他看到了转机 曾经在自己手下当兵的穆兴俄 如今居然是扬州的曹军体度 论官职比他还要大 穆兴俄却丝毫没有摆什么架子 口口声声不管到什么时候 自己都是阿克战的兵 手下三千心腹随时听后调解 有你这话 你老哥心里就踏实了 兄弟 干 到扬州这么久 阿克战太需要一场胜利 而他在阎商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 撕盐二子他每次向阎商要银子 阎商们都推脱因为有撕盐 官员卖不出去所以手里没钱 只要能铲除一两个撕盐 阎商们就没有理由不交钱 阿克战让穆兴俄秘密带上人马 盯上了扬州有名的撕盐贩子铁三拳 为了不走漏风声 特意将所有阎商叫到一起 欣赏内务府定制的御膳 这得花不少银子吧 果然是宫中提国啊 一众阎商都以为阿克战 已经成了自己人丝毫没有怀疑 却不知道此时的穆兴俄已经带人来到了埋伏地底 顺利的等到铁三拳的船队 几轮攻击下去直接将撕盐贩子全灭 然而 头目铁三拳却是趁机逃了出去 在前线拼命的穆兴俄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 此时的阿克战正在和美人玩游戏 阿克战十分兴奋 这一场胜利终于让他看到了让盐商们出银子的机会 他没有给所有人反应的时间立马召集三大总商 没有在商量直接下令五天之内上缴七十万两 几人还想像之前一样推脱 口口声声就是没钱 总商汪朝宗更是一开口就将上缴七十万两说成杀鸡取乱 根本不可能 然而 这一次阿克战却是丝毫不让努力 自古强龙不压地投舌 阿克战本也不想和他们翻脸 这段日子他照单全收 每天活在温柔乡里 可他们却忘了 他阿克战是提着脑袋在办柴 拿不到银子就要死 他要是死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然而汪朝宗也是丝毫不耸口口声声 要是这样要赢 他肯定一分没有 就在二人僵持不下时 阿克战的师爷一句话再次占据了上风 汪老板 如果圣上追究下来 那运库的亏空 就真的要好好地查一查 扬州府库牵连着所有人 一旦朝廷彻查 谁也跑不掉 一瞬间 连一直当和世老的卢德公也开口让盐商掏盈 盐商们还在挣扎 鲍以安一开口就是哭穷 然而这位猪队友却再次一句话帮了阿克战一把 我告诉你 老子的银子也不是从台上掉下来的 反了 本来已经被汪朝宗加上去的阿克战政筹找不到突破口 鲍以安这个软柿子让他看到了机会 没有再说其他人 居然直接将捐输的一半银子落到了鲍以安的头上 鲍以安还想哭穷 家里就剩一些不值钱的家当想搬就搬 没想到阿克战居然真的要动手 几句话让鲍以安承担一半捐输 其他两位总商也没有继续的理由 自此 阿克战终于完成了他来到扬州的第一个任务 还瓦解了盐商的团结 然而因为鲍以安输了一局的汪朝宗却主动帮鲍以安借银子 甚至还抵押了曾经乾隆住过的一个草屋 终于如约凑齐了银子 可他和老鲍能这么简单的和好吗